今天帶大家來到一個 六小孩又可以吃吃到飽的地方 嘿大家好,我是Chiro先生 我今天來到這個金山的皇后鎮森林 我們今天從門口這樣走進來 它裡面種的那個 落雨松還蠻多的 然後環境很漂亮 然後這樣子一路走過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大草坪這樣子 然後可以讓小朋友跑了 那通常中午,剛剛是中午來啦 會非常的熱 然後這邊有可以拍拍照 然後喝東西的地方 這邊也是有一個叫做玩手作 就是玩一些DIY啊 然後一些手作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這樣走一走走一走 往上走這邊呢 就會到露營區 那這邊露營區分兩種 一種是這種 大家自己來搭帳篷的 然後 然後把車子停在這邊 這邊呢其實 植物啊都種的非常的漂亮 然後這邊都已經搭好了 然後到這邊來呢 我覺得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盥洗 我們就進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其實它 空間都非常的寬敞 然後吹頭髮 就是給那個剛剛那邊 在那個露營的人用的廁所 然後這邊是種可以洗澡的 好像現在沒人 我來拍一下 其實很寬喔 這進來這裡面 這個盥洗的洗澡的地方 真的是蠻寬的 然後廁所很寬敞 我還蠻喜歡它的廁所的 因為很像在咖啡廳的感覺 然後從這邊看出去 哇 風景超好的 現在從這個廁所這樣走出來呢 從這邊走 它這是一個大家的公共空間 是那個在露營的公共空間 它這個空間呢 它有蠻多東西的 然後你看這邊它有什麼 它的一些規定 然後有資源回收 然後這邊可以洗手啊 那當然大家晚上可以來這邊 東西直接弄 然後在這邊吃 那我覺得很好的一點就是 它這個水啊 有個飲水機 然後有給你那個 冰水 這個是真的是蠻 蠻不錯的 因為很多地方啊 它可能也不提供你水 就是需要你去買啊 或什麼 那這一點 就會比較不好 那它這個都有 而且還有提供冰水 然後呢 最後是它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洗衣服的 那你可能在這邊露營幾天啊 你可能需要洗衣服 那就很方便 還不錯 然後還有公用的冰箱 那我也是沒有來過這邊 的露營啦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 我也會想要來這邊 露營看看 然後現在來到我剛剛 最遺憾的地方 就是哇 整個吃到飽的 過程都沒有露到 就是露到那種 變很快的動作 延時啊 然後從這邊走上去 就是那個吃到飽的 對啊 然後這邊走上去 其實拍 那邊很漂亮哦 其實剛剛我有去吃這個吃到飽 但是拍影片太長 所以拍成另外一集 大家有興趣 可以參考的描述欄 就是他們在 BBQ的地方 蠻多YouTuber都 拍過了 它這邊有一個很厲害一點就是 哇 它這邊直接就是一個充電站 如果你是特斯拉的車主的話 哇 直接有充電裝在那邊 超爽的 好啦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玩水的 他們現在在那邊 安然的玩水 有些人會帶自己的水槍來 還不錯 好玩嗎 好玩 很開心嗎 好玩 開始囉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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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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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這邊是露營區 我們看一下 它的那個淋浴間 就我覺得設計得非常好 就是裡面直接就有那個 露浴乳跟洗髮精了 然後呢 它有這個乾水分離的區塊 一進門呢是先乾的區域 然後進去才是那個 淋浴啊 濕的區塊 然後這樣子換衣服的時候 就不會弄濕非常的好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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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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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番薯餅 包一百塊 你要吃冰淇淋 你要吃冰淇淋跟媽媽來啊 還有喝咖啡 這些 裡面的位置還蠻大的 基本上沒什麼進來 然後你坐在這邊 吹冷氣看出去很漂亮喔 小屁 只有草莓牛奶跟香草耶 你要哪一個 草莓 好草莓 好啦給你們一人一隻喔 好不好 一人一隻草莓的 好不好 好 拿著 今天有開心嗎 有 他的菜單有沒有這些東西喔 七百開心 好啦我們先去那個 小賣部那邊看一看 買飼料 欸還是飼料是用投幣的啊 都可以耶 都可以喔 好我們去看看好了 看一下他小賣部有賣什麼東西好了 沒有 這邊幫人家看一下說 來這邊露營的話 什麼東西可以在這邊買就可以買得到了 對啊 可以租裝備什麼的 這裡面是他的小賣部 我們進來看一下有賣什麼 基本上他是可以租一些裝備啦 然後能量不加 剛剛那個 賣那些 就是BBQ的啊 這邊就有賣 欸 兩百 兩千五十人組的 你可以看一下有什麼 然後可以租電線 你可以 露營的時候 編長線 基本上是一些沙拉油啊 一些醬料啊 什麼洗衣精 洗潔精啊 木桶啊 然後借烤肉架啊 一些東西 還有水箱可以買 你就人來就好了 然後烤肉的木炭 晚上部之後可以吃那個 泡麵 什麼都有 對啊 什麼都有 不用怕忘了什麼 還有外賓塊 外賓冰塊 冰塊真的非常重要 哈哈 牙刷 毛巾 波鞋 波鞋也有 然後可以買飲料 不是火雞打 基本上他價錢都還蠻OK的 沒有 在那邊給你很貴這樣子 不錯不錯 欸 這邊有一個 小的網美打卡的地方 然後我們有個黑板 你可以在那邊 你去 你去 我去幹嘛 你去 網美打個卡 好 然後那邊有黑板可以畫畫 然後這邊其實有一個 我覺得還不錯的 你只要天氣涼涼的啊 把他們丟在這個 沙坑就可以了 他們會在那邊玩 至少可以解放自己 差不多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裡面會有一點水 因為有人會 裝水過來 不過沒關係啦 反正 而且他這邊裡面有超多的那個 玩沙的用具 根本連自己都不用帶 好 我們買一個這個魚飼料 魚飼料 10塊就一盒 來 轉轉轉 對 用力鑽 基本上小朋友來這邊 都會 喜歡餵魚 這個大概30塊可以玩超久的 但是有些人就是直接把它撒下去 像這個臭小子就是這樣子 他都整個直接這樣 對對對 你這一試給他一小把一小把就好了 好啦 臭小子 餵魚啊 哎 我就知道 噗噗噗噗噗 好囉 好 另外一邊啦 你需要幫忙嗎 對這一邊 對 太好了 好好的 好好的 可能在這邊玩羽毛球 自己帶這個迪卡農買的這個 還蠻不錯的 改天我也去買一個好了 唉 這邊小朋友在那邊玩沙 其實這玩沙蠻好玩的 可是呢 因為他們剛剛已經洗過澡了 想說 不要再把他身體弄髒了 雖然說回家回家就洗啦 但是 不要再弄髒喔 所以害一下小朋友在玩沙的一下 這樣子 對 這些魚的喔 應該都不知道自己吃飽了 真的吃非常多了 他們吃了三大包 各三包了 你知道嗎 我們進去看看好不好 拍拍照 這裡面就是打卡拍照的地方 基本上看到的這一間房子呢 它沒有任何的作用 就是給你拍拍照打打卡的 這裡面還蠻舒服的 其實這裡面 擺了蠻多這種太底熊的 如果有喜歡的人 真的可以進來拍拍照打打卡 好 來玩一個手作 DIY吧 我們進來這邊了 然後呢 這邊就是讓你挑 袋子的大小 然後之後呢 你就可以自己來彩繪 然後還有一個價目 等一下拍給大家看 等一下 這個價錢就是多 這個是280 這個是 180 280 100 喔 基本上這個 一堆是180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就挑一喜歡的袋子 它之後再自己畫 這個是280 對 對啊 我們就挑喜歡的袋子 看看它多少錢 然後就可以去定義借 不過它等一下我們再去看 看看 好啦 我們來挑一下 喜歡的形狀吧 好 小屁 小屁你來挑你喜歡的 這個 對 多挑幾個喜歡的 等一下我們來畫 沒有這個 好 來開始揍吧 好 然後你就看你講到哪邊對不對 然後把它用來你想到的地方 你要什麼形狀 你在畫一個笑臉是不是 對 好 來 敲敲敲 敲敲 不要弄太濕 它就要暈到別的地方去喔 悲劇 不要弄得太濕 不然就會像這樣子 本來要愛心變成一狗 完了 吃BarbeeQ Q啦 這 好 洗洗洗 對 不要讓太多水 不然等一下會暈倒 好來試試看試試看這個星星 你要紅色的星星是不是 啊 差不多了 OK了嗎 OK了 好拿起來 有有有有成功 讚喔 你拿來 唉唷 還可以嗎 暈開了 OK啦 還可以 好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是鳳梨嗎 還是什麼 蔥 是喔 這裡面的環境真的很漂亮 有草皮可以讓小孩子跑跑 可以在這邊帶自己的腳踏車來騎 裡面還有吃到飽的餐廳可以讓你好好做的吃飯 解放雙手 放飛自我 還可以找一大群的朋友來這邊BBQ 玩玩水 玩玩沙 跑跑炒地 還有小肉DIY 還有完全廢房 一整天的行程來這裡就夠了 好啦 希望你們能夠喜歡這支影片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